年輕的時候 我們總是有很多的夢想 期待 或者是渴望跟追求 可是經歷了一段相當的人生之後 你可能會發現 其實幸福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 我覺得人到終年以後 你對於幸福的定義 應該會是越來越簡單的 因為年輕的時候 我們總是有很多的夢想 期待 或者是渴望跟追求 可是經歷了一段相當的人生之後 你可能會發現 其實幸福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 此刻的我 幸福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當早晨我睜開眼睛來 我醒過來的時候 我可能看到有陽光灑進來 透過窗簾照射在我的被子上 的那一刻我就感覺到很幸福 因為我擁有新的一天 35歲到70歲都可以稱之為一個中年期 如此漫長的可能30到35年的中年期 其實是可以發生很多蛻變的一個好時機 其實好多人都很不滿意自己的過去 那我是這樣告訴自己的 甚至因為我走過那樣的一條路 才有現在的我 想到這裡你就會覺得我怎麼能不在中年的時候 就開始放自己自由 你就會知道現在這一切對於未來是一點意義都沒有的 那你何必還要這樣 所以很多以前覺得放不下的東西都應該放不下了 到老年的時候就不會有那麼多的彷徨 因為你已經知道了以後是什麼樣子 而且你可能已經做好了一些規劃 中年人真的愛讀書嗎 如果你真的愛讀書 不管你是中年人還是年輕人 別忘囉 很多人都會覺得做自己有什麼困難呢 你就只是把你自己最真實最醜陋的一面表現出來嘛 可是我常常在想說 是不是做自己就一定很醜陋呢 你如果不是你自己 不管你擁有再多的東西 你都不會快樂 因為那個就不是你自己嘛 可是如果你做自己了 你就不用追求太多的東西 你已經擁有你自己了 你就會很快樂 我們不是看那個論語裡面有講嗎 就是說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對不對 有的時候這個東西是別人覺得很棒 你應該追求 但你沒有覺得很棒 你認真去想 我好像也不需要 所以我覺得四十而不惑是這個部分 以現在來講就是人生的後半場 你經歷過那麼多事情 你到五十歲的時候 你真的應該要知天命了 因為你對自己越來越了解 也越來越明白 這時候還不做自己 什麼時候才要做自己 難道要到八十歲嗎